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 第六号台风烟花在二十号晚上八点正式增长为中度台风 且路径略为往北 由于移动缓慢 预计二十一号晚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目前除了北台湾、东北地区 各地仍处于多云稻情、午后雷震雨的形态 民众出门仍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攜带雨具 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在二十日晚上八点正式增长为中度台风 目前路径略往北移 由于移动速度缓慢 预计二十一日晚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二十二日下午至晚间可能发布陆上警报 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北台湾中部以北花东地区 周四至周六将有明显雨势 整个路径会比较北偏 所以这个台风影响比较严重的时候 大概是从二十四号 然后一直到二十四号、二十五号的情形 然后到台风离开以后 虽然它会引进比较强盛的西南气流 但是西南气流对我们花莲来说 可能影响就比较不是那么大的一个情形 所以预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整周的天气概况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从二十二号开始 我们天气就会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 开始会有些下雨的情形 然后一直下到二十四号、二十五号 整个台风过后以后 我们可能就是会受到一些天气不稳定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对流的情形 所以下雨就会比较明显的减缓 所以基本上受影响的时间可能就落在二十三、二十四 然后二十二号可能就是二十二号晚上开始会受到影响 所以基本上这一周的天气不是很稳定 然后受到台风的外围影响 目前我们波浪预测 基本上在花莲这边我们可以达到三米到四米的浪高 然后周期大概也蛮长的 所以基本上就在花莲东部外海这边 基本上都已经射到长浪了 所以我们都已经对花莲这个地方 发了长浪的及时讯息 就是提醒民众 尽量不要在台风期间去海边关浪 因为长浪过来了之后 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个风口浪的情形 会把你卷进 大浪突然之间来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你生命危险 烟花是否会达墙台等级 仍要再观察 二十一日下半天至二十二日 随烟花越来越接近 北台湾降雨也会越来越明显 东半部沿海有长浪发生 预估二十三日下半天至二十四日 台湾本岛才会逐渐脱离整个暴风圈影响 还请民众做好防台措施 留意天气变化 记者长邦彦华林诗报道 晚安 谢谢观看